这次海澜抗议给各个地方带来很多麻烦 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消息 各种各样的说法 昨天我们也讲了 有反护人员被工作人员要求用水桶 在大巴车上解决大小便问题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 大家对反护人员肯定是歧视的 比较歧视的 海南反护的人员的安排 明面上政策三加四 但实际上后续这四天的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需要你申请 你申请以后 有人街道上就说了 你因为门词信号弱 所以呢不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 继续酒店呆着吧 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打波 记者也出面来采访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还不光是那些住这个平层 大平层的住独门独户的那种连排别墅的人 好多人都受影响 千年到这个事情上 居然原因都是这个门词问题 说信号弱 一个信号弱就让你在酒店里面继续待下去 那其实四天之后还不是一样要回归吗 一样要社区来出面做一些工作吗 所以这个社区不能把或者说街道 甚至于更高一级 不能把这些责任推出去 而应该拧下来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天这么热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很辛苦 但是为了大上海的这个生活平静 有必要把这个海南回来的这五千多人照顾好